可以了 好了 开了 嗯 好点 今天主要讲一下欧洲车联网标准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对车联网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本来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理解车联网是什么东西 车联网反正我们之前听说过的就是 车与车之间的同性 车与地面基站之间的同性的一系列 技术设施之类的 嗯 对的 它就是一个这样 其实你比我理解的要深一点 比我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开始理解的车联网 就是觉得是车跟车之间在联网 然后但实际上它现在是 它不仅是车跟车 更重要的是车跟路边 就是专业的词叫路边单元 就是跟路边的比如说信号灯 比如说建筑物 比如说一些基站之间的那种 就是全部连接一起来 比如它是这样 它可能是车跟信号灯 它用的是一种连接方式 然后信号灯可能跟外界的 英特网跟咱们现在的网络连接 再跟大的全球的英特网连接 我打断一下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下 分享人自我介绍什么的 自我介绍 对 现在补充一下 然后现在先补充一下 分享 今天的分享人的自我介绍 好的 现在补充一下吧 那就 就是今天的话 因为我做的B社是跟车联网相关的 你是谁 然后你在哪个学校 因为咱们还有其他学校呢 我是鲁童鑫 就是本科在系列学习的通行工程 然后13年来到德国 然后学习的是在这边叫纳核心泰斯尼克 然后现在已经在写B社了 然后B社的是跟车联网相关 所以今天就是介绍的东西 也是跟我B社做的相关的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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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车联网有一个 他我找了一个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的话 就是 说是由车辆 我把这个荒物管 刚刚是 嗯 已经开始录了 嗯 好的 嗯 车辆网的话 他我找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 它是说是由车辆位置速度和路线的信息构成的巨大的交互网络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性的一个信息就是车辆位置速度和路线嘛 就是它是车本身的一个属性 就是它现在相当是把这个车 变成了一个可以以为自带网络的一个车 而且这三个东西就是在后面各种应用的也是记忆这三个信息来就是以后的车联网应用 然后这就我就到这了下一页 然后今天要讲的是五个方面吧 就是第一个是讲一下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车辆网的差别 然后 第二个就是介绍一个名词叫ITS G5 第三个就是介绍一下车辆网的核心就是ITS基站 ITS是智能交通系统的意思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介绍一下它的应用 第五个的话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就是找这个车辆网相关的资料 各种可能就是看到其他一些学校在做的这样一些项目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做的东西 所以就这是第五部分 然后我现在讲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车辆网的差别 车辆车辆网的那个是发展的目的 反正看起来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就是为了一个是道路安全 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就是笑容 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嘛 最基本的 然后我这是讲差别 主要是讲这个车辆网的核心 他们这个通信系统就是他们这个基站的结构的差别 然后美国的话 一般通信就是我们常说有一个七层结构嘛 然后就有一个一般都是讲七层结构嘛 在我们之前学过的那一面 然后现在的这些车辆网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啊 他们都是四层就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右边的看欧洲的比较简单 我画的就是一个是接入层 第二个部分是网络跟传输层 第三个是叫设备层嘛 我翻译 然后第四个就是应用层 就把它当作四层现在 然后美国的话 美国的话它是最大差别在于那个第三就是第三层 就是欧洲的那个设备层 它是多了一个那个信息就是Message Subline 它是多了一个这个信息层 这个信息它专属那些安全方面的信息 所以它这里面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它就是专门为这个信息制定了一个一个规范叫SAE G2735还有SAE GR94.5专门就做了两个规范 然后看日本的那个差别的话 日本的话也是也是在这个它是把车类的那个通行 车跟路边的通行它是分开来弄的 它是分开的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对它这个分开就是对日本来说 它这个分开的话有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那个Mag层 它这个做那个接入控制的时候 就是车类车跟车之间的那个通行 它用的是CSMA-CA那个那个控制 但是如果是车跟路边单元的这个通行 用的是TIME-SHINING 就是时间分享 但是我没有具体去了解它这个东西 就是我只是说它这两个它是有差别的 但是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 它在这里这个方面是没有 它就是统一用的是一个叫EDCA的一个控制 然后回过头再说一下那个美国的吧 就我刚刚说的美国那个它的一个特别的那个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安全信息 基本的安全信息它它专门就是定义了一个这样的 实际上它是有15种信息 然后它这样它是包括那些就是核心的 就是车核心的状态信息 其实主要就是位置 还有就是它的状态 然后共同点的话 共同点的话就是他们都是 就是看美国的这个吧 就这个 他们都是那个接入层了 都是基于现在这个IE82011P来做的 然后这个11P可能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比较多的 就是那个11A 那个是WiFi WiFi 然后WiFi的话它是工作在那个2.4GHz那个频段 主要是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共性 就是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 就是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 他们在揭露这个方面都是基于这个ULP ULP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频段啊速率啊什么的 还有特殊特殊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对抗啊 你叫多佛罗效应之类的 我看的是说它主要就是说相比WiFi的话 因为这个车的话 它主要实现了一个就是低食言 就YP的话 WiFi要好 这是我看的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殊 就是这个 然后具体的话比如说评段 评段的话 美国跟看这个 你现在看不到的是吗 现在看不到的 我现在看一个Word你看不到的是吗 你在共享成那个窗口就行了 哦好的 等 我先把 嗯 这个吧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 看到了 我的 然后这个呢 这总结了一下这个接入 接入层 接入层 其实我在我这个定义里面就是它是包括了物理层跟数据电脱层的 然后 他们 ETSI指的是那个欧洲的那个标准 然后IE是美国的 ARIB这个是日本的 然后 主要是这里面主要说一下他们这个运行的频率 可能比较奇葩的就是这个日本的 它是在700MHz的 而且它是一个单新岛的 日本的 然后 其他的都大同小异 包括它的带宽 然后它的这个Data的这个传输率 包括它的这个调制方式都大同小异 这个就 然后差别的实际上还有一个差别是在那个 就是在美国跟欧洲的那个它的信道都是有有划分的 它是有那个控制信道跟那个服务信道 但是日本是没有的 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特别是它的那个控制信道跟那个服务信道 它是可以可以换的 这是只有美国 但是欧洲有一个有一个是它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就是跨层的那个流量控制 这是只有欧洲有的 然后 当然欧洲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在那个网络层它有一个只有Networking 可以把理解为地理网络吧 对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后面会说的 然后 可以说一下它们的这点差别吧 这个差别讲完了 嗯 对 然后再来讲这个G5 G5的话 G5其实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就是一个WiFi 就比如我们现在通过WiFi来上网 那现在其实就是以后的话 可能车可以说它通过G5来通行 就是车 然后 但是在美国呢 G5是欧洲的名字 美国这叫DSRC 就是专用短距离通行 但是因为欧洲呢 它叫G5 因为欧洲它有一个频段 它已经有这个DSRC 就是在那个 欧洲公共收费系统里面 它已经有了 是欧洲一个叫CAN的一个标准去指定的 然后所以欧洲就是 它的G5呢 等同于美国的DSRC 对 然后 欧洲的G5的话 它是工作在5.9GHz的 然后从这个屏幕上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 G5C G5B 还有就是G5A 像G5B的话 它主要是做一些那个 用于那个非安全的那个应用 然后G5A的话是在安全 所以专门用于那个安全的那个应用 就是你是 比如说你一个传感器 你传的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信息 然后它最后一路 它这个包一路走下来 走下来 它如果安全方面 它是用的是G5A这个频段去传输 就这个意思 G5 这是一个如果以后车联网发展的话 应该如果它名字不变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 G5A 这个是车与车之间的同性的一个协议 对 对 就是车联网它 其实 其实车联网的接入方式有 有包括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像 3G 4G 5G 我们的WiFi 或者说是GPS 或者是 对 就是这些东西 它也 它也是车联网的一种接入方式 但是现在一种新的就是G5 G5是新的 其他东西还是其他是兼容可以用 但是G5是新的 对 然后美国是叫DSRC 然后它的那个一些特点呢 是 它的那个通信的范围大概是1000米 这个 它分的有7个那个行道 然后刚说那个它 它之前也讲过它这些参数 像这个Data Rate 就是数据率 它就是说 6DPS到27 可以吧 G5我就到这了 如果G5的话应该是 刚接受的话 其实是一个 就是开始的时候 还是 一点模糊的一个词 G5 所以就专门想一下这个G5 然后就是讲一下车联网的核心 就是基站 IT 这个是一个车联网 就是我现在做的东西 就是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这个结构 然后就是去 因为我也是从空白就是开始慢慢去找各种各样的 因为 所以我主要是看欧洲的标准 然后它 它会有 针对每一层 就是会有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标准的文 PDF文档 然后我主要是阅读这个 最后就是 这是我画的一个 就是一个基站它大概的结构 就是从下网上 像ITS G5 然后DSRC在欧洲 就是 对DSRC在欧洲 它也是在5.9G 5.8GHz 在5.8GHz 然后是一个 还有就是WiFi 还有就是像 还有我们有这上面我们有写出来的 像那个我们现在4G5G 这个都都在都在是 我现在这个鼠标这个位置 它都 都有 都是属于技术方式 都是 对 这样讲可以吗 嗯 然后 这一层 在网上 就是一个 我刚刚说的一个欧洲独有的一个geo networking geo networking 然后现在像我其他其他两个同学 他们做的就是研究这个geo networking 其实就是研究路由算法 就这个信息 从这个车 传到那个车 怎么传 就是怎样 就是减少它的丢包率 就是更成功 或者说就是提高它的成功率 对 然后 这个 沿着这个 我现在指的这一条 这个BTP 就是basic transportation protocol 包括 就是基本传输协议 这个也是 应该是一个独有的 这个BTP 它是在传输层 传输层的东西 然后 在整个这一块 我刚才说它是叫网络和传输层 然后geo networking 它是直接工作在G5上面 它是唯一 它是直接工作在G5上面 然后 IPv6 或者我们现在v4 就常数v4 它都是它有一个接口 是跟 那个geo networking 相连 然后上面 在我们 我们现在在用的是吧 TCP UDP 这些东西 这个我就我就不讲 这个不属于 就是我要做的重点 就是重点的话 就是从 从这条线往上 就是ITSG5 这是一个一个信的 然后geo networking 是车输协议 然后BTP 然后在网上面这个CAM和DAM 这个是 就我现在必须的重点 CAM和DAM 它上面就 一个CAM是跟 道路安全 可以以为就是道路安全方面的信息 DAM的话是效率方面的 效率方面的信息 就是在网上 它比如说一些传完机 或怎么样 它把信息传过来 传过来 那时候是由 比如它是安全方面的 那就是CAM 它往下一路 传过去 然后再传到其他的车 或者是路边单元 如果是效率方面 就由它走这个BTP 这样一路走下来 对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 然后我再具体讲 讲一下 这里面它涉及到一些 一些更细节的东西 你还得换那个分享窗口 嗯 对 然后我现在去讲一下这个 我从这里开始没有 我现在具体就讲一下这个基站 就是在IT 就是欧洲基于欧洲标准的一个智能交通系统的一个基站 就是大概的这个图是这个样子的 这旁边两个一个是就是管理一个是安全 也它有两个层它是分别都有接口 每一层都有都有接口去通写 就负责管理每一层 然后现在我再稍微详细一点 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具体里面 这个第一这四层就是接入层 然后网络和传输层 然后是设备层 然后就是应用层 对 然后介绍第一个先介绍这个接入层 接入层的话 它就是有物理层跟那个数件层组成的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物理层就不用说 它就是跟那个通信介绍相连 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个无线通信 这里面 然后 数据电路层 数据电路层 它分成两层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MAC层 还有一个是LLC层 MAC层 它是要做那个流量控制的MAC层 还有就是它是有不同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G5或者WiFi 它那个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LLC就是这个数据电路层 它分两层 上面一个LLC 它是对它来说是透明的 就是它不管 它到了它再往上传一层就把那些头传给去掉 去掉之后 它LLC认识的这个包 它是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传的 嗯 对 就是它建立起来一个逻辑性的那么一个接口 嗯 对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LLC对于这个下面的东西是透明的 嗯嗯 然后是OFDM的这个物理层 我在这七级啊 这个物理层 物理层的话 它是OFDM就是用的是这个OFDM来 对 然后物理层它其实分了分了两个 一个一个是就是Phasic Medium Dependment 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PLCP四层 PMD这个层它是直接跟那个无线介质是连着的 然后这个PLCP的话就是就是你可以也PMD它跟这个无线介质 介质连着就是比如从其他鸡蛋传过来一个东西 看到这个PMD 然后PMD在网上它会给到这个PLCP PLCP就会就会生成一个OFDM的Zoom 然后它会把这个东西给到Mac 对 PLCP 给到Mac上 然后是G5G5的话 刚刚那个从那个介绍它的评论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G5A 还有G5B G5C 然后G5C是比较特别的 G5 G5C的话它是只能是在那个固定的那个 的基站 只能是在固定的基站之间通行 就是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和一个移动的 就是固定的移动的之间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是Must 还有一个Slave 一个是主设备还有一个是那种子设备 对 然后 然后 对 然后在G5C 然后 这个固定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 G5A跟G5C之间是没法通行的 然后 然后再继续下面就是 在G5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个流量控制 叫DCC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这一段我主要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是OFM的一个物理层 一个是这个流量控制 如果去做这个这个车辆网的话要主要做的就是像现在就是专门来研究这个东西就是流量控制或者说一下 用色独散 对 它那个用色控制有没有引入什么新的算法或者说是 它这个 它这个 我 这个具体细节我没有具体再看了 因为我还没到这一届具体看里面的东西 我知道这里面是一个就是一个细节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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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深入的东西 知道它是分布式的一个容色控制就行了 对 好 对 这是这样的 然后 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是叫EDCA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 它这个是来保证服务质量的 它是基于那个用户的优先器 它这里面也有很多细节 这个我今天就不具体再讲这个EDCA 这EDCA当时都看了我好几天 因为 因为它它有传统的有那个DCF PCF 就那些东西 然后 现在是EDCA嘛 然后 当时也是各种看 看完之后才找到这个EDCA 对 如果 我不知道 我现在大概讲一下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这样来理解 就是 嗯 就是我刚说它的信道不是有七个信道吗 七个信道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七个信道 然后 你现在一个信息传来了 它这个信息是有优先级的 它会根据这个优先级 还有就是它它一直用哪个信道 来这样给它排队 把它放进去 这是一个简单的 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 它有一个优先级 根据这个优先级 根据这个优先级 信息传到 优先级 然后 根据 它有一个优先级 根据优先级 来再继续往下 看是走哪一个信道 简单是这样的 这部分也是你EDCA里面需要实现的部分吗 现在还没到 我现在主要是在 那个Tim跟Dame 因为当时我这个DCA怎么说 做起来也挺坎坷的 就是开始 就是我感觉我导师 他也不是这个东西 他也不是很懂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 我都是看过 我基本上都看过 然后现在才开始有了一个焦点 就是具体到做什么 然后 下面这个图其实就是一个 下面这个图其实就是一个信息 从这个我刚刚说的PMD 它是直接跟那个戒指相关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层 我这样理解 就是PHY里面最PHY那部分 物理床里面最物理的部分 对 就是看下面这个 下面是从下往上传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传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嘛 就是SINGLE DATA 它在它会往上 往上它会加个头 就是这边就是PLCP 你看看 能看到PLCP吗 嗯 它就是PLCP 它会把这个东西传上去的 它要加工一次 加工一次之后 就变成了个PSDO PSDO 把这头去掉 后面尾去掉 变成MPDO 就到进入了这个MAC层 这个 能大概明白一点 嗯 对 这也是一个 看了很久很久 就是才找到的 就是在 这个其实在811P那个文档里面有 但是那个文档有2000多页 当时 但是后来还是找到 就大概能方便理解一下这个 这个信息传输吧 这个它不是指的是欧洲的标准吗 为什么会在802.11P里边会也会有 802.11P它是IEEE的 因为因为是啥呢 因为我刚说就是不管是日本 美国欧洲 它的那个其实都是集11P来的 哦 都是集11P来的 对 只不过它会稍微有一些变动 就是比如说11P里面的Date Rate 比如说是60 18 24 27 但是欧洲可能会说 那我只用6跟10 或者是我只用6 18 24 就是它稍微会有一些那种差别 这样 嗯 基本是一样的 哦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这个有量控制 这个有量控制 G5AB LLS 数据电脑层 可以啊 这个 这个G0层大概就讲到这里吧 这一层就是我刚说的那个EDCA大概的这个过程 你看它就是从这里往下它会有很多信道 它这个信道它是怎么分配呢 就是根据EDCA那个算法来弄 就是它的有几个参数是有优先级的 比如说那个叫AC吧 好像是在AC那个算数 比如它是有1357这四个值 那AC.1表示优先级最高 然后还另外一个算数就是 在表达它是要去A还是B G5AB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G5C没在这个图里边 没有 G5C没有 嗯 主要是G5AB G5AB主要是那个嘛 就是 那个一个是道路安全 是非安全 然后是讲第二个主要的这个层 就是网络跟传输层 网络跟传输层 网络跟传输层这里面 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G5Networking Protocol 就是现在的话 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们有另外两个同学 三个同学都在做这个 就是研究算法 研究路由算法 研究路由算法 就是主要就是做这个 然后这层要介绍的 其实在网络层里面就是这个比较重要 在车输网络就是G5Networking Protocol 然后IPv6 IPv4 咱们就已经知道了 对 然后这网络层就是这个 这个传输层的话 传输层像UDP TCP 是咱们都已经用了 这个是在UDP TCP 就是跟 基于那个IPv6 IPv4 然后传输层 所以车输网来说有个很 要关键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DTP 那个 就是说往下面看嘛 就看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就很清楚了 下面这个是G5什么 你看看也清楚了 嗯 反正就是G9Networking 你看 BTP 然后 然后就是IPv6 这个 TCP UDP 对 网上 是设备层用层 什么鬼 斩商 我把他关了吗 上次展商推访的时候 看了一个中国人 跟那个展商吵架 一个学生 然后这个ITS Management 和Security 它覆盖全 就整个协议站 这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说它是一个逻辑上的 那么一个称呼而已 那说每一个部分 它都可以被分为 是Management 的部分和Security 的部分 还是说 不是 你可以把 DXR 两个独立的一个模块 两个独立的模块 它分别有接口 分别有接口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链接来控制它们 这样 它也是有 有自己独立的那个 这样 对 它不属于下面这些层 然后 这下面我这个额就写得更清楚了 就是在具体的说 这个 这几个接口 就是 就是 只用这个SAP 就是接口 就是BTP 跟绘化子 跟这个设备层的接口 UDP 跟他们 UDP TCP跟上面这些层的接口 包括IPv6 跟下面这个的接口 就是 这又是更细节的一部分 就是现在大概你能看到 就更清楚了 比刚刚 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通信方 就是连接方式更清楚了 嗯 对 然后 你看下面这个ITS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有很多 G5是新的 WiFi下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 然后 这个 就不再具体讲 这也是在讲流量控制 然后这个是BTP BTP的具体的 就是它是怎么弄的 你看这个是GeoNetworking 往上 这是BTP 再往上 是那个设备层 然后这边是它这个管理的 所以是 我如果把上面这一层 那个CAM跟DAM 动完了之后 我可能下一步就是做这个BTP BTP 这里面要再详细说一下 这个BTP的那个 就是Packet的结构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 但是我现在 这边不具体讲 这边其实你能看到 就是一个 就是当时我是为了建立这个 这个 通信 就是逻辑关系吧 然后 当时反正自己写出来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它有一个Mac 把Mac去掉 就到了GeoNetworking 把GeoNetworking去掉 就上去了 就到下面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 它其实它其实分的 分的有很多 就是Applications 或者什么 就是应用 信息 通信 就是三 三种不同的 这个 它里面有 对 然后 这个图 然后它具体还是有 它每个里面 它还包括了 其他的 但是具体的图 你看不到了 我就不去讲了 它就是比如这个 Application 它包括了 它包括了 比如说是 Den的那个 Management 对吧 然后像这个Information 它包括了一个 是叫LDM的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它里面 具体包含了不同的 小模块 对 对 这是我刚刚想讲的 就是它 这个是应用 应用 应用 就是 Application 的这个 这个设备层 它包含了应用支持 信息支持 通信支持 像应用支持 就是这个 比较关键的 像这个 KM 跟Den 然后是像这个 本地的那个动态地图 LDM 就是信息支持 这个图就表达清楚了 你看 这个图 还是写的 就是这个应用支持 你看这个 基站的位置 服务的管理 信息的管理 这个动态地图 都 都都管理 都是属于这个 Application Support 然后下面这个是 Information Support 就是 像 你以为它是 储存信息的 那个 那个部分 就是比如我刚刚说 那个地图信息 它是存在这里面 嗯 Location Data Management 还是 2D 嗯 Information 我意思是 这里面就是 有点像是仓库的感觉 我觉得 就是存储那些 比如说地图 你的位置信息 存储在你 有点重意思 然后这个是通信支持 然后最下面的话 是Dame 就是那个 Dame 介绍 我大概这个绘画设备从我讲到这里 然后就是这个应用层 应用层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两种 我刚说就是这个 设备从我讲到这里 整个那个推连网它的 它的那个 目的就是一个是安全 一个就是效率 然后它应用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就是安全方面的应用 一个是交通效率方面的应用 然后具体的应用的话 就是这个 我在那个PP上讲 我再切换一个这个 在这里 就是 我刚刚说还有一个 就是我第一轮说这个车轮网 它定义的时候就是速度 位置来路线 然后现在这个应用就是记忆它的位置 其实 这一块的那个介绍 都有点像我们现在国内 其实挺流行那个什么 叫什么 本地电子商务 或者说 对 基地图的那个 就是这个POI就是 兴趣点 就是那个 你的这个 对 就是你的位置 对 就是它它上面有 我这些应用 就是根据它的那个标准上写的 就是它 它写的就是它到时候可以怎么应用 它写的 比如说这个加油站 油价 营业时间 其他服务厕所 什么的 包其他服务厕所 超市等等 这些信息都会 就是 就会告诉这个车 就是这个车 就是这个车它现在有点就是取代这个 手机的感觉 就是这个车它本身呢 就是能知道这些 就不用说我们拿出手机 用那个谷歌地图来做这些事情 它就不需要 它要做这个 还包括景点 你看这个就是很很很基于你的位置嘛 告诉你这个附近的这个比如景点 包括你的停车 这些东西 甚至还 甚至它还有这个本地电子商务 还有就是 媒体登陆的理由是什么 下电影之类的 还甚至还包括了这个 就是 等我看看 对 它还包括了这个 就是保险金融服务 这这就是原话 底面原话就是 discount on public transport at a given period of time for a pay as usual community 就是 我当然我自己把理解为这句话 就是因为当你知道你这个车 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行车路线 它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是黄金周嘛 我自己刚想了一下 就是 比如它10月1号凌晨 到10月7号24室 咱们是免费的嘛 高速公路 但是现在的话 它可能可以根据你这个车的路线 来具体的给你那个 就不需要像现在 因为它现在 它不是不掌握这些东西的 它现在就是一个 你堵你一条死路 就是 你从这个收费站进去 下个收费站出去 它就堵这样 但是现在以后的话 可能你走到哪个地方 什么时候走到哪个地方 都是知道的 然后它会给你打折 包括你可以理解为 比如说 比如说北京有条路特别堵 然后它希望 这个车主不要去走这条路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也采取一些 就是经济方面的这种方式来告诉你 就是引导你不要去走这条路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讲 还有包括就是有车流量管理 就是车流量管理 这个很现实 这个我自己写的 其实我们现在做模拟 其实也是很看到的 就是模拟了一些建筑物嘛 然后这个公路 然后车在上面走 就是哪些车在哪走 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以后这个发生事故的车 它都是可以自动报警的 对 这个比较应用 还有就是速度相关 速度相关 我只截取了两点 感觉一下就能明白了 比如说限速提醒 比如说这个红绿灯 因为到时候它跟灯之间 也是可以通信的嘛 它可以提前提前 就是告诉你这个 你的速度啊 就优化你这个停车速度 对 这个你还有什么 有什么相反吧 它这个速度是通过外界对它进行测量 还是说车子内部有一个速度传感器之类的 然后经过救护这样 有传感器的 它就是车这个速度是车自己的一个属性 它是知道的 然后位置呢 位置是通过GPS 还是通过5G等一系列的 给计算出来的 就GPS 你说它具体怎么定位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GPS 应该就可以吧 对吧 对然后路线规划就是 我与基站之间 还有我与地图之间的这一个交互 可以进行一个计算 然后那个车和基站之间的通线 车和车之间的通线 可以通过一个增强型分布式接入控制系统 也就是HEDCA AEDAC 对吧 来进行来进行分配 它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频道 然后你现在做的是 一个是关于道路安全方面的通信 一个是关于效率信息的一个通信 就是CAM和DEN DEN DEN 对对对 对是的 嗯 就这个意思 对 然后 还有车与车之间的通信 我看着好像是没有涉及到太多 车跟车之间就是G5 我刚想的几乎都是车 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 比如说无论是那个搜索附近的那个就是LBS 还是说道路用色控制 以及流量用色控制什么的 它都是一些车与基站之间的通信了 对 没必要车与车之间进行通信 车跟车之间的话 其实怎么说 像比如我刚刚说的那个流量控制 对吧 我刚刚说就这个 其实按照现在的想法 它其实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方法就是 它可以比如说这辆车在这堵了 对吧 我这辆车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后辆车 后辆车告诉再后辆车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去的 就是我说那个GeoNet Walking 他们做的是就是车跟车之间的那个 GeoNet Walking 做的就是车跟车之间的通信 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个算法 就是他们要研究啥呢 比如说建筑会阻挡 可能会阻挡他们的那个传输通信 然后他们就就是比如现在就模拟 我就放了建筑物在这里 就我现在城市就是有建筑物的 我就是把建筑物放在这里 然后你去弄这个算法 看你怎么从 比如从成东传到成西 或者成东传到成南 就是这个就是GeoNet Walking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车不断的 它这里面包括了四点 就是有四种方式 一种是点到点 就一个车到一个车到一个车 还有一个车到多个车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就是broadcast 就是根据一个范围 比如说是50米 然后你把50米范围车全部发过去 就是有四种有四种那个方式 GeoNet Working 对 就这些讲的都是车跟车 嗯 这个 对 对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最后部分就是学校跟企业相关的 这个在另外一份 但是对标杂的一份 就是有一些有些项目 像我看到一个有个西班牙的一个学校 就是墨西墨西亚的一个学校 他们也做就是做的也挺好的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边相当是做的 是并不好的 就是刚刚起步 就是不管是我的导师 包括我这边的教授 就是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 跟车零网相关的论文 但是在那边的话就是特别的多 他们像西班牙那个那个老师 他从2009年就开始搞这个东西 就一直每年都发表论文 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还有包括那个Touch是什么 东芝是什么 日本 不是东芝是Toshiba 就是日历是什么 日历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日本的在欧洲的一个实验室 比如在这个 就在这张PPT上打出来这些个可能有兴趣的方向 然后这样看到的那同学们也可以去自己搜索一下 好的 应该是日历这个 然后你刚才说西班牙的有一个学校 它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嗯 等一下 嗯 我讲完了 你觉得咋样 我就先把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给搜一下放上去 哦 嗯 等一下哦 嗯嗯 这个给你 这个已经做更成 先把这个 嗯嗯 叫Qfree Qfree Qfree 这个是挪威的 这个Qfree 嗯嗯 然后 西班牙的是这个 直接去这个老老师的那个 这是西班牙的 然后 Ui 就是大学的意思吧应该是 好吧 这是西班牙的 然后 然后 Hitouch 感觉有收获吗 嗯 Hitouch不贴不贴了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弄一个 弄 等一下 我找一下给你们 Hitouch 那个 一个 有一个中国女生在里面做 她做了有很多年了 然后 然后在您的地方 加拿大好用 在什么 那个 李英 哦 不是 大牛 夜街大牛 对 对 他做了挺好 他他现在做的是想 最近去看了他一片 做的是另外另外一些 就是特别应用的一些东西 好像已经是个老大了 嗯 嗯 就是日历这部分的 嗯 等一下 所以我做Culture 我给你们 我需要把它努力 打到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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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这项目已经做完了 然后到时候咱们把这个东西一存 然后发到统一发到一个 也可以发到我GitHub上 然后你可以复会一份什么的 然后我把这个视频 上传到YouTube的相对应的地方 就差不多了 好的 那咱们就停吧 行 好